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绘制一段弧线 那么在converse中contact有这样一个方法叫做arc arc这个方法就绘制了一条弧线 那么这个方法呢需要传入的参数呢比较多 有六个值多 但是呢其实也非常好记忆 首先前三个参数非常简单 那就是圆心的坐标center x center y 以及半径的值 那么之后两个参数呢描述的是这段弧线 从哪一个弧度值为始 结束于哪个弧度值 starting angle和ending angle 最后一个参数呢是一个可选的参数 它呢是描述我绘制这段弧线是以顺时针的方向绘制 还是以逆时针的方向绘制 默认的值force是表示要以一个顺时针的方向来绘制这段弧线 但是如果大家写上这个参数 把它填为tru的话 那么将以逆时针的方向来绘制一段弧线 这里呢要再对starting angle和ending angle做一个说明 那么在初始化的情况下 对于这样一个圆来说 0的位置是在这里的 之后沿着顺时针的方向 0.5π的位置在这里 1π的位置在这里 1.5π的位置在这里 之后完成一圈 2π的位置又回到这里 所以不管我们之前讲到的最后一个参数 顺时针 逆时针 是处还是force 那么这样一个顺序呢是永远不会变的 这么说呢可能有些抽象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子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段代码 之前呢和以前的例子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里呢拿到了绘图的上下文环境context 之后我为这个context设置了一个line with 15 stroke style呢附上了一个颜色 然后调用了刚才所讲的这个2个函数 那么这个2个函数呢表示我要再以300300为圆心 200为半径 画一道弧 这道弧线呢从0一直画到1.5个π 这里头要注意这个2个这个函数呢 也是一种状态描述了我们将要绘制的内容 之后我们要再调一下stroke 把这个弧真正的画出来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效果就是从0一直到1.5个π 挥制出了这样一道弧 注意我们刚才第6个参数没有写 所以默认的呢就应该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 这样画出来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把这第6个参数啊写成是tru 之后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样子 0还是在这个位置 1.5个π还是在这个位置 只不过此时按照逆时针的方向来绘制 所以只有这四分之一个弧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要问了 如果我想这样一个方向绘制一个四分之三个弧应该怎么绘制呢 那么我们就应该逆时针的方向从0一直绘制到这里 但是注意此时这里依然是0.5个π 我们在代码里具体实验一下 我们回到编辑器 把代码里的这个1.5个π改成0.5个π 那么现在这段代码就是让我们从0以逆时针的方向绘制到0.5个π 我们看一下它的运行结果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此时的运行结果就是这样的 希望大家再体会一下我说的 无论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0 0.5π 1π和1.5π 它们的位置是不会变的 那么之前我们是绘制一段弧 如果绘制多段弧的话会怎么样呢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代码 在这段代码呢 我用for循环绘制了10段弧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到根据上一节所讲的 我们就应该使用begin path和close path 把每段这个弧的定义给包起来 那么在这个弧的定义里呢 我使用这个变量i不断的移动圆心的坐标位置 同时呢 保持starting angle是不变的是0 而到达的这个位置呢 也根据这个i呢 在不断的变化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道代码显示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这个显示结果 可能会和大家想象的不很一样 最大的不同呢 应该就是在这个弧的起点和终点的位置啊 被一条线段连接了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这个close path的另外一个作用 当我们当前绘制的状态的路径 不是封闭的路径的时候 如果我们使用了close path close path会自动为我们将这段不封闭的路径的首尾 使用一条线段连接起来 那么大家可能就要问了 我如何绘制多个弧 而这些弧没有那一条线段 让它们首尾相连呢 那么我在这个下面呢 再写这样一段代码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段代码和上面的代码的区别呢 是我只使用了begin path来声明我要开始一个路径 但是不使用close path来结束路径 那么这样就不会有那条线段 让这些弧之间首尾相连 与此同时 在下一次循环开始的时候 由于又调用了一次begin path 那么converse知道我们是要重新规划一条路径 不影响我们绘制多个路径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具体效果 看一下就是这个样子 是我们期望的一个结果 那么通过这个例子呢 相信大家又更深入的理解了一下close path和begin path begin path和close path不一定要成对的出现 begin path代表要重新规划一个路径 close path代表要结束当前的路径 如果当前的路径没有封闭上的话 会自动让当前的路径封闭上 那么我们之后呢 再写一些代码来熟悉一下 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begin path close path的用法 以及arc的用法 那么下面呢 在这一层复循环里呢 我依然使用begin path和close path包住了arc 同时arc的最后一个参入传入了true 表示呢 我要使用逆时针的方向来一点一点的绘制这个弧线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程序运行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即使我使用逆时针的方向来绘制 这个结束的弧度的位置呢 是不变的 所以相应的在此时顺时针方向是这么画的话 逆时针方向就是这么着画一个大圆 一点一点一点 这个圆会越来越小 直至最后我们依然是从0画到2π画一个大圆 那么形成一个完整的圆 那么这一行呢 由于我们使用了close path来结束这个路径 所以呢 每一段弧的首尾两端也会有一个线段 把它们连接起来 那么同样的我们再写一重循环 在这重循环中呢 arc函数和刚才一致 只不过呢 我们不再用close path把这个arc给包住 我们看一下运行的效果 大家应该可以想象了 就是这个样子 相信这样大家已经完全的掌握了 begin path close path 以及arc的用法了 那么之前我们绘制的这些弧 包括圆 都是一个路径 而不是实心的 那么我们如何进行这个填充处理呢 相信聪明的同学们已经想到了 那就应该使用我们上一节学过的fill这个函数 那么在这里我做一个演示 我呢 先使用fill style 给它再声明一个填充的颜色 之后呢 arc部分没有变化 我使用begin path和close path 把它们包上 最后调用一个fill 大家可以看一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结果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会问 由于在这个代码里 我们使用了close path 把这个路径结束了 因此呢 按照之前讲的就应该有一个线段 截住这个半壶的情况 那么此时就可以在半壶里进行着色 如果我们不写这个close path会怎样呢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在这个实验里呢 所有的代码跟前面一样 只是呢 不使用close path来结束这个路径 大家可以看一下此时这个程序执行的结果 看最后一行 我们不使用close path所得到的这些圆弧 这个结果和上一行是一样的 这也告诉了我们close path这个函数 对于fill是没有用的 当我们使用fill的时候表示要填充 如果要填充 converse就要找一个首尾相连的路径进行填充 那么此时不管你是不是调用了close path 当调用fill函数的时候 converse会自动把没有封闭的路径首尾相连之后进行填充处理的 那么到此我们就已经把想制作这个demo所需要的绘制相关的所有技术都讲完了 事实上converse的context还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更加复杂的绘制接口 那么这些绘制接口呢我们会留在后续的课程系统的为大家介绍 那么在这个课程里我们要做这个demo 使用我们之前学过的技术已经足够了 相信大家真正学懂了以后 面对这样的一个demo也已经跃跃于世了 那么下一章我们就来具体的讲一下 如何绘制这样一个电子钟